不仅是玻璃行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的制造业迅猛发展 但低纸廉价的竞争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未来总是掌握在拥有核心技术的人手里 七杰特种钢制造的手臂逐一展开 最后臂站长度达到86米 这是世界最长的臂甲泵车 属于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 从2007年到今天 从66米到72米再到86米 世界纪录一直由它们保持 臂甲泵车通过长达几十米的臂甲 能把水泥帮送到较为准确的位置 是机械工程行业中的高端设备 它伸出去像个钓鱼杆一样的 因为它不能够还有晃动和震动 那么怎么控制它这个晃动呢 完全靠这个计算机技术 所以这里面你别看它是个傻大仇的东西 其实是个非常精细的装备 向文波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 它的人生曲线几乎和中国经济的走向完全重合 在这道曲线上 曾有过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上世纪90年代 臂甲泵车还是被国外垄断的技术 臂甲是制造臂甲泵车的关键 要伸到几十米的高度 还要承受泵送时的巨大压力 制作臂甲的钢板强度必须要高于600兆帕 但当时能提供这种材料的只有国外的钢厂 不愿受人钳制 这家企业研发出一种特殊工艺 极大的提高了国产钢板的强度 改造后的钢板能承受1000兆帕的压力 也就是在一块石架盖上 占一头大象的力量 在这样的强度下 一切都改变了 2011年 他们接受了一个重大挑战 这一年 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 急需给反应堆泵水降温 但在日本 没有设备能达到这个高度 中国的这家企业 受到支援请求 派出一辆62米的B甲泵车 前往现场救援 接下来这个中国品牌也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 它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程中 其中混凝土机械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那时候没人会预料到寒冬即将来临 2012年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进入寒冬 仅仅是混凝土机械 销量就从之前的三百多亿元 骤降到仅剩三分之一 在寒冬中 拯救它们的并不是转向别的行业 而是依靠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核心技术 开发了新的 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我们奔成这个技术做了一些改进 就变成了世界上首创的高层消防的设备 因为过去的消防车都是无地的 那个消防救援的现场它是很复杂的 需要有越过障碍的能力 所以现在变成了我们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产品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建立在自己核心技术上的 一种非常自然的产力颜色 每隔一段时间 这样的研发会议就会定期举行 虽然已经走出危机 但向文波没有放松警惕 在急速变换的世界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几十年的沉浮告诉中国的企业家们 核心技术是唯一能抓住的砝码